天文台在晚上11點40分取消所有熱帶氣傳警告信號 蘇拉集港期間,天文台一度發出10號颶風信號 天文台說蘇拉的整體風力較2018年山竹集港時約 引致吐露港的風暴潮未及山竹時嚴重 風暴期間,當局共收到超過1,500宗林樹報告 亦有住宅大廈的天台,有多塊太陽能板整塊被吹走跌落街 醫管局說一共有86名市民在風暴期間受傷到公立醫院急症室治理 露營地墜噴露港時代出來的警告 地大廈有關發出現在的警告 哦發射公共大廈委員會文件及廈天機 除了黑紅塞香港指導実機 露營地上的時候,事業amaz移民 佔地運動等我們兩部公民 露營地埋而出現, Coleman 文件也有住居港頒 appear to have got off lightly this tai o resident said the situation was a lot better than expected it was really windy last night but there was no flooding we didn't even have to put anything under our refrigerators to lift them from the ground